嗨 各位我是陳 截至目前為止 網路上其他人開箱或評測 其實我完全沒有看 不是不做功課 而是我怕他們的心得或是想法 會影響之後我的評測或是體驗 所以等一下再開箱 你可能會看到 失敗的表情管理跟最真實的反應 或是有些地方 可能會講說 那也麻煩請大家多多包涵 好 那話不多說 就請大家跟我一起體驗 第一次的開箱吧 你好 那個我要自己領包裹 可能先... 對 沒錯 喔 對 應該是這個 這樣就可以了嗎 好 謝謝 收到啦 好 終於過了一個榮麗年 終於到了 別人都已經開始在退貨了 我現在才剛開始要開箱 晚了就不要了 並沒有 還是要 好不好 還是要 好啦 那這個呢 現在只有美國在賣 我是從美國集運回來的 所以其實老實講 我也非常緊張 不知道到底有沒有摔壞 被踢個洞 還是什麼樣子 總之呢 目前看起來應該是... 還算OK啦 等很久 一顆星選在那邊 畢竟... 不便宜啊 好 那 話不多說 我們就直接來... 開箱吧 呃... 好 所以說呢 急運箱 哇 這邊凹一個叫 那急運箱的外包裝已經拆掉了 然後這個就是美國如果你是用郵寄的UPS 因為我在網路上看到很多人都是直接去店裡面直接拿 他就一個擺給你白色紙袋 我沒有 我是直接寄到美國的急運箱 第一批 但是呢搞得好像第二批第三批 沒有用了 那我們再來看一下這運輸箱跟之前的運輸箱 有沒有哪些差別 喔 找到了 這裡 看到嗎 喔 他這個地方有一個拉條 非常熟悉的拉條 給大家看一下 像這樣子 好喔 來喔 喔 這邊有膠袋 膠袋應該在急運箱 喔喔喔 喔喔 好險 他裡面有做緩衝 但是這邊還是凹了一點 嗯 嗯 他怎麼不像是那種 一體成型的 居然是這樣子 怎麼感覺 有點退步啊 蘋果 以前不是打開就那種尊榮感 他會浮起來 會生起來的感覺嗎 沒有 就 就兩塊 好吧 先這樣子 這個就是本體啦 本體應該大家非常熟悉啦 欸 這一 哇 這個外箱其實好像 並沒有特別設計耶 他有沒有什麼 提把 什麼都沒有 就這樣子 單純 一片 接下來就是他的重點 Apple Vision Pro 真的是很大耶 大很多耶 拿起來 也有一定份量 來喔 好 不管 這個地方 深呼吸 好 就這樣 好 這 是 是 Oh my god Oh my goodness 本體等一下再來說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的配件 如果表情管理有點失敗的話 大家就請見諒 因為我還是第一次 我連別人的開箱都沒看 還是第一次 打開這個箱子 這紙板 有一定有份量 其實很厚 看到嗎 其實特別厚 好 不管 放到旁邊 那這邊呢 就是有兩個 先來看一下這個配件有什麼 就是 喔 擦拭布 有史以來兼容最多帶東西的擦拭布嗎 他直接送你了 太棒了 蘋果 佛 太佛了 史上兼容最多產品的產品 先放旁邊 還好 面罩 跟Quest一樣的他接觸點這個面罩就在這裡 打開 有有有 有蘋果感覺 這個呢應該是 之前掃描過的吧 沒有尺寸的 W Plus OK 那就是第二個東西 接下來 這邊 喔 相冊 怎麼開始 要怎麼連接電腦 喔 我第一次看耶 原來是這樣接 我還是第一次看到這個 Model 眼睛 喔 還教你怎麼收 教你怎麼擦 貼心 教你怎麼配件 怎麼放 怎麼拆 好就這樣子 雖然說要環保 但是呢還是印了一本書給你 好接下來頭帶 第二個頭帶呢 他就比較 像Quest平常那種頭帶 也是挺精緻的 這個 像Apple Watch那種感覺一樣 等一下再說 好 接下來 充電器 充電 線 最重要 電池 哇這個電池 很重耶 哇塞 原來就這樣子 小小的 我一直以為 他這個連接的是用 MagSafe的方式 就是直接像是 Apple Watch 無線MagSafe 太天真了 好不好 他應該是直接 只能扣著 拔掉好像就直接斷線 接下來 換裝矚目的本體 好 我們要給他一點尊重 清一下桌子 OK 接下來 就是 萬眾矚目的本體的部分 說實在 第一個感覺 還蠻重 重了不止一個檔次 而且這個電池 也重很多 哇 不好意思 表情管理失敗 真的不是我要說 他真的拿起來 非常非常 精緻 會 精緻到讓你覺得說 哇這是一個藝術品 但是同時間 他重量也非常非常重 甚至 因為覺得說 你根本應該是 不太可能帶他來 像Quest一樣做運動 或體操之類的 那下面的開孔 不知道 密集恐懼症的感覺 整面的玻璃 然後上面呢 就是他的 排氣的風扇 喔 全部都磁吸了 非常的Apple 哇 按起來手感 真的非常好 跟AirPods Max 一樣 我覺得應該現在很多人在 小時候 你到底在幹嘛 都沒有 做功課 但是不好意思真的 我還是真的還想要保留 自己第一次體驗的那種 蠢感 我知道很多人現在應該是 已經看過非常多部影片了 所以 容我蠢一次 好不好 對不起 大家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 第一次拿到iPhone的感覺 你會覺得 iPhone拿起來 那個密度就是不一樣 那我覺得Apple Vision Pro的感覺也給我 有那種當初看到 iPhone的那種 樣子 你會覺得說他其實 薄薄的一片喔 但是 拿起來的重量 就跟 他的體積感覺不成正比 就像我當初拿到Quest的時候 Quest拿完 因為我Quest 3 而且用得非常奇怪 我幾乎每天都在用 Quest 3拿完之後 你再拿這個起來 你就 密度之高啊 這 這重量戴到眼睛上面可以嗎 廢話太多 我知道大家一定要轉台 但是我真的是 興奮你知道嗎 就是 好少 有看到這種東西了 質感 這個鼻子呢 我覺得注意到小細節 因為其實我們 亞洲人 不像是 我們亞洲人其實不像是 外國人鼻子這麼大嘛 除非你是成龍 所以說如果你在用Quest的話 你會發現你的鼻子 會露光 旁邊都可以遮住嘛 那露光是鼻子的部分 那蘋果 至少有考慮到這一點 它在這裡把它用 絲布的感覺把它 舍起來 而且又不會擋你呼吸 還不錯 那我們就接上去 先接 再 往上卡 等一下我這個線 認真說如果你近視 沒有帶影型眼鏡的話 這個真的是 看起來都是模糊的 現在就換影型眼鏡 戴完了 好久沒帶影型眼鏡了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Apple Vision Pro 喔 平常我買東西不是會有一個Hello嗎 現在有一個立體Hello直接浮現在我的 面前 那我先講一下 他理論上應該不支援 台灣的帳號 但是呢我現在 給大家看一下 他還是有跳出設定Apple Vision Pro 那我不知道能不能綁定 那我們來設定Apple Vision Pro 等待Apple Vision Pro 然後現在bring your iPhone get started OK 到現在看起來是怎樣 注釋 喔 所以他現在會 像這個框 然後會像那個掃描Apple Watch 一樣會有那個Logo 這樣子 那個圓形 那一樣會圓形打勾 OK look at your hand and set up 看你的手 flap your hands over OK hand set up complete 所以他要掃描你的手 adjusting lighting 所以老實說剛剛那個 周圍的 look at the dots and tap your finger together 所以你要看那個點 喔 這時候他有出現6個點 123456 很像1燈 12環那種感覺 now select all the dots around the circle 所以 所以說他要你看著那個點 每看一次就按一下 他現在設定了眼控追蹤 然後嘴巴一直打開 你看 沉默解舍 這叫沉默解舍啊 completting eye setting 所以說他就會說完成眼睛追蹤 哇 設定完你的手跟你的眼睛之後 他就要你掃描那個 3D 噁心點 等一下再設定 然後就設定你的眼球 不得不說他的眼球追蹤 真的還蠻準的 你看哪打哪 還不錯 還不錯 就這樣就可以啟用了嗎 但是我現在是用台灣的Apple ID 這樣可以的嗎 他說什麼 盡情使用你的新Apple Vision Pro OK Welcome 所以其實你用台灣的Apple ID 是可以啟用的 OK那現在就已經浮現在半空中了 其實 用台灣的Apple ID也是可以用 所以說我們聽 看一下音樂 音樂可以嗎 有耶 就我最近聽的歌啊 SBOX 所以音量是 喔 哇 喔 那我可以換 DOT 喔 哇這個 可以啊 好暗 Toto Max 好所以說這個切換 就是 滾輪 然後就慢慢的 回歸 喔 就這樣慢慢 收回來的感覺 所以說呢 台灣帳號 你還是一樣可以用 Apple Music 沒有問題 都OK 我們來看一下 掃描這個3D一點 Refine your fan flap your hands over 對 翻過來 Hands set up 為什麼要要攝影 Persona You'll remove Apple Vision Pro to capture your appearance 嗯哼 好 Take your time getting ready and make sure nothing's covering your face 好 臉不能遮 Capturing Hold Apple Vision Pro at eye level I level Keep your arms and shoulders relaxed Then follow the instructions 中間會有中間 太恐怖了吧 Turn your head to the right to the left to the left and tilt up and down Then you'll capture your facial expressions 就這樣 Smile with your mouth closed Smile showing your teeth 哎呦笑著弄開 ard dé罕 and close your eyes When you're done Put Apple Visions Pro Back on to see your persona 醜 這樣Persona就好了 好 來 我們來看看 Wooow 好險 When you're ready 없다 Factory veces The Last илли ooh ooh save changed Cincinnati 제가 昨 Ping Screw кол differential Tilt your head down Smile with your mouth closed Then make a big smile with your teeth showing Raise your eyebrows Close your eyes for a moment Capture complete 真的假的 這樣就好了嗎 詭異 詭異 Creating Persona 好 這樣就好了 哇塞 這什麼意思 這什麼意思 我知道 它下面的 喔果然 它下面的鏡頭是去抓你身體的衣服 然後 我覺得好 然後臉如果遮起來的話就 它就看不到你嘴巴的樣子 所以它是靠下面的鏡頭去偵測你下半邊的臉 所以 有種皮笑肉不笑的感覺耶 你看 如果把下面的鏡頭遮起來它就 辨識不到我的嘴巴 所以它辨識的話還是嘴巴 那 我的 頭髮咧 它怎麼知道我頭髮 難道是我剛掃描的時候頭髮 然後我的手 喔 因為剛要掃描手 我覺得還是戴眼鏡比較好一點 喔 表情是 喔 我知道 它表情是裡面遮的 所以如果用手指伸進去咧 好吧 其實還好 喔 有沒有眼鏡 好 我們找一下我的眼鏡 應該這個吧 至少還有眼鏡啊 有想到這一招 好 save 好 就這樣 喔 很奇怪 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 喔 這個手要夠遠才偵測得到 好 那我們來打Facetime 給我朋友看 打給我朋友看看 WHY 有沒有看到 阿不是要來找我人咧 什麼意思 這是什麼 我的臉感覺是浮在半空中的感覺 那個頭型跟那個雞蛋一樣 異形是不是 怎麼突然這樣子 好啦 先這樣 掰掰 接下來我們來看台灣的Apple帳號 到底可不可以用 這邊有一些基本的App 但是呢 Apple TV沒辦法看 Apple Music倒是真的是完全沒有問題 它的體驗 它使用的操作邏輯都完全沒有問題 網站 OK 但是相片我也覺得有一些奇怪一點 就是 我點進去明明我還特地去拍一堆 全景照片 還有用我的15 Pro 去拍了一些3D的圖片 3D的空間影片 但是一樣的 還是沒辦法看到裡面的東西 更不用說App Store App Store裡面其實呢 該要的東西其實基本上也都 完全沒有辦法用 你點了之後它就跟你說 你所在的區域 你所在的國家 不提供這個功能 除此之外呢 裡面這些App呢 其實 其實是用iPad或iOS去模改過來的 所以老實說 我覺得用起來基本上都 其實還OK啦 可以改成直的跟橫的 Files倒是還蠻不錯的 就是它可以連接你的NAS NAS裡面的影片都可以 但是 如果你想到一些功能的話 那些功能 那些影片 因為播放程式不多 我還沒找到 所以說呢 那些特別的影片還是沒有辦法看 有辦法看的話還是一樣 就是左右兩邊分割成那樣的感覺 好 那這就是台灣 Apple ID的一些功能 如果你今天只有台灣的 Apple ID的話 其實用起來我覺得 受限會蠻大的 但是你可以看到 在這裡我用的左上角這個 Apple ID 還是我台灣的 Apple ID 但是呢 在Media 還有Purch 購買的這個部分 你其實是可以分開的 所以換句話說呢 在台灣沒辦法用的 App Store 你可以在這邊按 Sign Out 然後呢去改用 你額外去辦的美國帳號 這樣改完之後 本體還是用 台灣的Apple ID 但是呢 就是單獨 App Store跟訂閱的東西 是用美國的帳號 給大家看一下 所以App Store 點開來 這樣就可以用了 所以有點要講究一些啦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裡面的App 老實說 呃 不多 可以播放的東西 其實也像是前面提到的 你剛剛講的Disney Plus 這個不用講嘛 蘋果就是Disney的大股東 所以 當然一定要支持一下 TikTok Fireflies 居然也有安裝 有沒有 他就是用你剛剛的 眼部紅魔掃描之後 就可以直接馬上用了 那Excel 你要確定耶 那Excel 我個人是不敢公為 這個Excel啦 好 所以在這邊目前呢 可以看到Disney Plus 我已經登入了Disney帳號 所以 其實老實說 用起來體驗 如果你有Apple TV 其實基本上 就是那個感覺 然後呢 但是我記得 你只要內錄的話 他都是黑色的 沒有錯 他會長得像這樣子 他就會給你聲音 不會給你有畫面 非常的注重版權 用起來體驗其實 還OK 沒什麼太大問題 眼神就是你的鼠標 但是我覺得這有好有壞耶 如果今天呢 我在看穿著Prada惡魔 但是呢 我今天想要 欸 拖線玩家那一個 要拉過來的話 你就不能看著Prada惡魔 你要看 拖稿玩家這一行 才可以移動 下意識想說 喔那 我們邊緣視野想要這樣播嘛 欣甫聲過來 抱歉你就沒辦法 所以說譬如說 我現在看大雄餐廳 就只能播這一行 所以我覺得這算是 眼控的 立地嗎 你如果有外在設備 譬如說 你有搖桿 你的視野就可以放到其他地方 今天你用眼控 確實他很精準 對比於Quest的那種 手勢操作來講 他不會有任何的猶豫 好今天這一集 就簡單的跟大家分享一下 初次體驗Vision Pro的一些 反應跟想法 當然還有很多地方沒有測試到 之後會再跟大家分享 如果對後續想法 評測有興趣的話 歡迎訂閱追蹤我的頻道 或是你有什麼東西 問題想要我測試的話 也歡迎留言 我會盡量的幫你測試 不過拜託 撞擊 防刮測試之類的先不要 好不好 我是陳 我們下次見 掰掰